我们同类的人才来同一个电影 小青你觉得中国人是这样吗 我觉得中国人是圈子 就是自己会 自己的圈子 对 就会很难听 或者说你可以旁听 有时候自己会笑 你比方说 你听到大家在说 这个房子啊什么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在杭州 你如果说是股票啊 怎么要跌啊 这么跌 你可能是在上海 如果是觉得 这个中东地区和平 怎么怎么样 什么时候收台湾 你知道你在北京 这肯定在北京 但是你是听 你不会去参与谈 但是我有一次 在这个广州 吃那个 大概是吃早茶 然后我在这一桌 然后旁边一个中年妇女 忽然说 那肠粉怎么样 我尝尝 然后她就自己尝 真的 真的在她嘴边当外人 对 然后我也没办法 但是也只好吃了她的这个糖包 什么之类的 建立起来某种奇怪的 那我觉得这个在国内 还是比较少的 日本的夜食文化和中国的宵夜文化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 日本它是酒馆为主 然后会有这种酒馆之后的深夜食堂 但深夜食堂它不是果腹 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要品尝美食 那中国的宵夜更多的意义在于交往 对日本经常一个人 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 对 一个人喝小酒 一个人思考 你摆得也很压抑嘛 哦 哎 那你说他们拍的那个啊 我给你看一段挺有意思的 就说里边各色人等嘛 甚至还有日本的那个黑帮老大 就是小木的前身 你还别说他日本那个电影 我给我给你看看啊 大家说像谁 你瞧 对吧 像不像 像不像 这这日本 你瞧 你瞧 有 那这你们也在 这完全是 小木扮上 小木扮上 看看 小木扮上 你瞧 像不像 超像 这怎么卖呢 你瞧瞧 所以小木现在也要演电影了 对 真的是 就是 我觉得其实有个主题 我就想到那天呢 这个方舟讲的 就说跟人呢 怎么讨好呢 就说 孤独 你最孤独 你最 我老想起一些个这个唐诗诵词 我觉得就是 你看 过去好像是李泽厚啊 还是谁啊 曾经讲过啊 就说是日本的 叫日本叫悲感文化 我们中国呢 是喜感文化 就这种热热闹闹 大家伙烟火气 日本的那个 你看我看深夜食堂 我倒不是说 备它的这个美食 我觉得那种味道 为什么就沁入心腹啊 就是哎 我就想一看那个就想断肠人在天涯 嗯 对吧 就甚至于你想中国那个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瑶旨杏花村 往往就有一种啊孤魂野鬼的那种 他那种调调 我自己其实有个特别动人的类似于是夜食堂那种纪念 也是在日本在那个曹鸭那个地方 你肯定知道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破败的居住区 然后那有一个蒙古餐厅 内蒙古餐厅 你叫西林锅乐 然后有次在那去吃羊肉 然后就吃到差不多九十点钟准备走 那个忽然灯光全部都暗了 然后那个厨师是个内蒙古人 然后从这个后厨走了出来 他就把这个灯关了 然后就开始拉马头琴 就拉得特别好听 就而且是那种 就是你一看他是一定是专业选手 就不是这个业余爱好拉马头琴 然后他拉的那一首叫母亲 然后你听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在母亲的七头悲戏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拉完 然后其他人鼓掌 就看日本人就是都言犯泪花 然后他再回到后厨又开始做饭 后来跟那个老板聊 他知道他是那个拉马头琴的大师 他其实当时就是已经是 那蒙古大概排名前五的 拉马头琴的大师 八十年代到了日本之后 再没有回去 每当想到母亲的时候 就出来拉着了一手 我觉得这刚刚说断肠人在天涯 我就想到这个 他不跟大家产生联系 也没有说这个 来这个捧个人场 给个前场之类的 默默地拉完再回到后厨 小青你说吃治忧郁症吗 吃肯定治忧郁症 因为吃好多的东西都是分泌多安的 比如说糖 很典型的 比如说油炸类的食物 这都是让人快乐 你有没有吃出泪来的体会 那是经常 就是遇到好的厨师 或者是遇到特别用心的做的东西 或者是特别纯熟的记忆 都会让你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毕竟我们平时吃的食物 不是像我们拍电视的时候吃的那样 那我们也经常 我写过那个文章 我就说 我以前是每天都熬夜 都是两三点钟才能回家 然后回家之前吃一顿 基本上就是马拉拉面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拉面馆 但是你这时候能看到拉面馆里面的 形形色色的人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特别需要慰藉的 你描述描述 我如果说 我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长 但是呢 我可以用一个小说来形容 就特别像金庸小说 那个《神雕侠侣》里面写的 那个《风铃渡口》 郭湘第一次听到别人说 杨过的事迹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围惧在这儿 感觉都回不了家了 都是被这个工作的压力压在这儿 你就会觉得 尤其是北京的冬天的时候 外面要再下点雪 你就觉得真是的 每天会路过一个这样的《风铃渡口》 你像他们这个深夜食堂出来 我看他们杭州搞了一个 就是其实中国人的生活不是空壳 它是生活是由细节组成的 就是杭州那网上就是说 你们说说深夜食堂 其实中国就是深夜烤串的故事 就是 我看几个也真是 我发现那都能拍戏啊 就比如说有些人就是 我记得一个女孩子 吃着这个麻辣烫 流着泪跟男孩说 没用的 你养不起我的 这就是那种 俩即将分手 还有一个说是这个 出来一特圣人的 其实是特感人的一个传说 就是说呢 有一天深夜 看见这个 不是有一天深夜 就是天天晚上啊 看见那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在吃 然后呢 这个女孩的碗里啊 荤素一大碗 这男孩不断的拿调料啊 拿这个就给他 一看这男孩碗里呢 就是个方便面 加两根蔬菜 然后最后突然有一天 他看到吃完 这个男孩带这个女孩走 这男孩俯身到女孩座位前 把他背起来 然后这个女孩的裙子下面 没有腿 哦 这是是一个 就我看了那个长帖子 这很多的人生的故事 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穷 就是我看了 所以说 什么人就是关心什么 对 我看了反而觉得 哎呀 还是得吃好点 感觉不一样 但有时候你要好的 他吃不下 你像日本 2011年大地震的时候 311 还有一个星期以后 我们湖南菜馆 我们开了早上5点的 所以也可以叫深夜食堂 来了一对夫妻一样的 本来很开心的进来的 因为一对男女 一般是对 应该是对面坐的嘛 那是规矩 他不过他两个要挨在一起 等一下用舌 男的用舌摸摸啊 你在桌子底下那个 但是没过半个小时 哎呦两个还吵起来 我听他们在吵什么 女的是中国人 就是大地震的要回去 因为家里都担心 被挣在这个呀 海啸又是核辐射啊 男的说没事 我们那么多日本都没有跑 你跑什么呢 就很不舍不得他走 结果两个 哎前面是两个并排坐 等一下坐到男的 女的坐到对面去了 我讲这可能开始火冒了 然后其实这个女的呢 她是带了 她的头发是很多 是做的假头发 做的假头发 这个男的是想把她的衣服抓 你还坐过来吧 我们别那么大声音 因为中文讲很大声音 他觉得不好意思 结果没拔好 把她头发给拔了你知道吗 把她头发给拔了 假头发给拔了 结果这个女的气了 你拔我头发 我拔你的我也拔了 那个光头 真是带了个卡子的 假头发 所以这种悲哀痛苦喜乐 这个编剧都编不出来 这些时代你全看了出来 什么样的人都有 真是 所以我说真是中国日本 太不一样了 因为我想什么 我有一个记忆 就是广州的干炒牛河 当年我在广东电台 广东电台有火气 后门有锅气 中国有烟火气 它不是像日本那么 凄清凄凉对吧 它说热火朝天 我记得我跟我们西安的一哥们儿 我们俩每天晚上 这个干炒牛河 当时我年轻的时候体重168斤 就是 那就是每天晚上都去吃 12点以后去 你知道就把广州人吓傻了 没见过我们这个北方汉子 我们俩人就是八盘干炒牛河 一人四盘 而且吃干炒牛河主要在于 它那家的那个辣椒酱 蒜蓉辣椒酱 还近点切碎了的那个那个辣椒的那个粒 哎呦就主要是我们一点一点的倒好几点 广州人吃不了辣的倒好几点 然后俩人就是啤酒 哗俩大肚汗 都拖宽膀子 俩大肚子哗就这么吃 最后我们俩就有名了 就无敌无敌双结 吃货了 干炒牛河 你看那是我记忆中就中国这种夜宵的这种气氛 对 但是中国可以说40年前 北方黄河以北几乎是没有夜宵的 那个夜宵真是从广州过来的 因为它天热 它家里住不了又没有空调 真的吗 都在街边上 都要在街边上吃点东西 而且它的宵夜的种类要多得多 各种各样的 你说干炒牛河 这是一种 那个各种粥 是另外一种 打边炉 又是一种 打冷 还是一种 它可能就特别多 天热 天热 你最喜欢那种 我都喜欢 我都特别喜欢 一到广东 那就是 真是宵夜的天堂 每次 去了都是留恋旺返 但是也有人就不习惯 比如说王小山 他就不喜欢 他以前在广州工作 吃了都不习惯 他觉得广州套路深 不如回长春 因为他习惯的是北方人的那种 就是喝点 喝 弄点 特别简单 就是烧烤串 而且经常发生争执 就是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你瞅啥 我给你看一个 可以给你看一个 来来来来 咱们看看 这反映的是什么地区吧 这肯定是东北 这是一个东北小伙子 但是他现在居住在广州 这肯定是东北小伙子 这肯定是东北小伙子 十斤的大斤亮的 对对对 传承 好 我听听关条 大鹅昂照 促视着光头 上好台上十分银钢 拥卖他俩臭 弟弟们儿了 都想见 你赴约沟茶 扫饼馒头 包子麻花 哥哥的包子麻花 不愿 因为白点好几半个 有点 基本上 这是 这就是 更接近于北方的文化 就是喝酒 日本人喝了酒也唱歌的 不仅在 有小姐的和聚酒屋 或者大家同僚 喝了酒就想唱歌 而且还脱衣服 小沫你看 你又是中国人 湖南人 霸德凡 不是霸德满 乃德凡 又是湖南人 据说中国的拉丁民族 很奔嘛 对吧 但是你又在日本 你看见刚才中国这个晚上宵夜的这个摊上的调点 你想起你在 你觉得跟日本感受到的不一样在哪 对 日本他也有街边上的那个吃的东西 推一个小车 但他主要是喝酒 喝酒他也一种是他比较安静 不会像中国那么长的 他可能在思考什么 可能在反省什么 可能给谁 单纯的不愿意回家而已 这是单纯的不愿意见老花 日本如果你星期一到星期五 你早回家了 老婆会觉得你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没有同僚 这个倒也不光是日本 我看过这个就有研究 就研究纽约的这个宵夜室 原来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小酒馆啊 小饭馆啊 是办公室到家的第三空间 而且你说这欧洲人的研究 还得有意思 说loser 说夜里出来的啊 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夜里半夜12点之后 出来小饭馆吃饭的人呢 就是基本上有种loser的感觉 他说但是呢 好像我们对于loser啊 有无限的共鸣 这是不是你说在宵夜的调调 是 我原来看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中国的调查 说中国最爱吃宵夜的人的 收入分层 差不多是六千块到九千块 一月收入的人 最喜欢吃宵夜 我后来想 其实因为我道理想 低于这个这个六千块 他可能 就在家吃泡面了 对 他就是为了果腹嘛 真我跟你说 不是吧 这真跟地狱人格有关 怎么说 你这个可能对北京上海 有有效 你对热爱宵夜的人 比如说成都人 他是不管收入多少 那那个 是 长沙 长沙 合肥 对 你就 铺子街是吧 铺子街 对 那个 成都就是玉林 那每个店都是满满的人 在日本吗 我最决的时候是汶川地震 刚才是一个地震故事 我是去拍纪录片 我在成都盯着 然后我们记者都各个地方 我是负责来回送东西 我就在 我来了一个朋友 他看我发这个 当时还是博客呢 知道我在成都 他说 你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吗 我太害怕了 这个我住在 他住在很好的一个酒店 这个比较高层 他说 我老觉得这个地在晃 我说 这个可能不太合适 现在这个 这个举国悲痛的时候 这个你要去吃宵夜 这个显然不太 就政治不正确 他说 可是我太害怕了 我这样吧 我呢 去你酒店看看你 我陪着你 男的啊 我就打个车 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从 原来我们都住在郊区 去好送东西吗 第一次往市中心去 到了人民公园 那个老马蹄花门口 那个路上全是成都人民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他太热爱生活了 哎呦 你这个都让我想起 这个沈洪飞评价小青的一句话 为什么我的嘴里长寒口水 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你说 大家去干什么去了 不光是吃吧 他肯定我觉得是不是有些精神上情感上的东西 为什么后半夜跑到一个陌生人的那么个地儿 我讲讲日本情况是一般的如果是白岭蓝岭 他因为他第二天要上班 他不可能12点以后还在那一般是12点以前打电台回去 日本最多干一种职业的就是媒体 都喜欢下班也来 因为他上午可以 他没有打卡制度 上午可以睡觉 所以晚上他把稿交完以后 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杂志报纸 因为日本的直媒体还是很放达的 所以来到歌舞伎厅来到我们 都是一些这些媒体比较多 还有文化界的人 小莫我刚才想起你戴墨镜这款 我就突然想起来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起小莫 我觉得挺心酸的 你知道吗 就歌舞伎厅案内人 当年几十年前 就就是一个人到日本那打拼 你想在黑白两道汇集之地 一个中国人打开一番局面 到最后警察见面都敬礼 是吗 我就说你有没有 他曾经被绑架过 被黑道绑架 他的故事我们都听过 就是说你有没有问你刚去日本的时候 在那混 那有一天晚上 不定遭受什么挫折失忆 你有那种体会吗 一个人孤魂 迫在一个居酒屋 我带着老婆去了日本 她还跟日本人走 逼着我离婚 那是最大的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留在日本 我是穷学生 为了签证也好 问了什么也好 所以当时她逼着我离婚的时候 我到大使馆去 要让她补护 那是你们死事 你们自己到警察署 我就报警 那时候日语也不太好 也不想把丑事搞得太大 所以那种肯定有压抑的时候 那时候还好我不喝酒 但是呢我会出去 可能找个朋友聊聊天 吃点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因为日本的24小时店是很多的 日本的夜间开的店 吃的喝的 不管是玩的都有 你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 你跑到这个小馆去 你自己觉得有胃口吗 没有胃口 但我会叫个女孩子来 所以后来发生了日中战争 什么叫日中战争 就是我带了一个找了个日本女孩子 一起到学校 到那个小酒馆里面去 其实我也不能喝酒 但她能喝啤酒 结果被我老婆发现了 冲进了 把那个啤酒盆 你老婆不是要跟日本人走吗 对 但她看到 她自己可以乱赶 但是你这真正 她被抓到那个证据 还是不 这就是中国人你知道吗 强势 所以后来就生的那个孩子 19年以后念 不是我的那个 就是那个 所以她拿着那杯啤酒 人家喝着那杯 对我吃 那就是中日战争发生了 就是那一次第一次在这里 她跟那女的打起来了 跟那女的打起来了 日本女的也会 那你家朋友干嘛 我挡着 我挡着 那让日本女孩都跑 你是不是 哎呀 她可怜 很可怜 这个才是深夜食堂啊 这个才是深夜食堂 都会有的 所以你在一个夜间喝多的时候 或者是很多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日本还是一个 非常能够克制自己的民族 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就是十一点钟 呃像新宿啊这样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酒馆打烊了 大批的人开始往家走 赶最后一班地铁的时候 每棵树都有一个中年男人 在扶着树 默默的吐 哈哈哈哈 这不出声的吐 你知道吗 是 很克制的 很克制 轻声 非常轻声的 我跟她的一个朋友 就是拍 我们的留学生活的那个导演 叫张焕琪 是我师兄交流过 她说是这样的 这是我热爱东京的原因 它是一个悲情的城市 哎呦 这多悲情啊 这是一个原因 她不要 她不影响别人 她生怕影响别人 但是这人啊 这个咱中国人讲喝酒能乱性啊 你真喝大了 你像中国街头很多就打起来了 或闹起来了 日本这个很少 也闹啊 也闹啊 也闹 就是真的喝多的时候 上下级已经没有关系了 一旦把礼拜 因为她白天很压抑 工作很认真 但我觉得白天的压抑 也是对的 也应该这样 这样才有秩序 就是自控能力嘛 但你太 控制太厉害的时候 你只有晚上去发泄 那就是把领带一拔了 没有上下级关系 大家一起干杯 喝多了 一起抱着春菇 一起唱歌 一起打架 也有 甚至喝多了 然后就躺到马路边上 在新说经常逼避解释 然后呢 还有在大马路上 小便利都有 然后有呢 有喝多了 所以这 但是呢他尽量不去影响别人 但三样是会影响 但是那种东西都不是 不是大发现 所以你为什么中国 你要简单复制日本 人家都觉得你是这个 假装演故事 假装生活 就是 环境不一样 不像 就是你都在演 因为咱们不是那样的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 你看咱们这个深夜食堂啊 比他们就大一点 对吧 我为什么说这个小啊 有时候我觉得小还真是聚气 我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 就是我有一次跟这个几个好朋友啊 台湾的朋友 我们到京都 他推荐的 有一个小地儿 哎 那玩意儿一个星期恨不得三天都不开 是一个老大爷 八十岁了 这老大爷 他提前打电话 他要给你准备 你想说我们要去 那天晚上要去 他问几个人 然后呢 他就准备 然后呢 我们晚上就去 就一边喝酒 真是很快乐 你知道吧 你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老大爷的照片 长得跟那个山本五十六似的 真的 你看 就是他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恨不得三平米 典型的 我们就坐在这 就不停的喝 你看那个小冰箱没有 你看这啊 哎 然后呢 这个到最后十二点 他的妻子来了 你看 你像 家夫妻俩 你看多面善呢 是吧 夫妻俩 哎 老头回家了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把它一冰箱的东西 都吃完了 所以他也很有意思 他准备 就是这个冰箱里的东西 给你做做做 又做个小东西 一个鸡脆骨啊 或者就是那个小方 那个平底锅 也弄个鸡蛋呢 要吃 最后我们就一帮那个 涛铁家 还有吗 还有吗 老头在冰箱里 把最后一点残渣 他总有办法 给你做成一个小吃 让你吃 最后就 哎 全吃完 他六十年 这个店也没有扩大 也没有分店 你想一个人六十年 天天就这 就这点东西 所以我说这种 深夜食堂的感觉吗 而且呢 他是给你服务 他自己很 就是说伙计啊什么的 之间的话 都非常非常少 这个给你的感觉 就是仪式感 特别特别强 但是好在是 今年 就去年的 餐饮业的数据表明 就是中国菜系 增长速度最快的 第一个是火锅 火锅类 第二个是日餐 就是今年北京增长的这种 包括这种小的居酒屋 我记得我是80年代 第一次知道有居酒屋的这种东西 叫赵志的酒馆 高桑建严 那时候第一次知道这个 那现在几乎可以说 在北京很多小巷子里面都能找到 甚至都是日本人服务的 其实像这种小的这种餐馆 日本多 因为它人性化 就是基本上是常客来 所以他知道你的口味 他也知道你的性格 你也知道他的性格 甚至你有什么痛苦 你可以跟他冲速 他也听你的 所以日本的这种老板和厨师 就是一个跟你在公共关系 他不仅有手艺 你要你承认他的手艺 而且他你 首先是承认这个人 他东西就卖得好 所以我作为老板的话 我就说我先要把我人卖出去 我就不怕我东西卖不出去 小巷 一定说你啊 在日本一直是卖人 卖人啊 对 我让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我都接待 是 我后来就 我前面12年不会喝酒 后来保卫兵治好以后 现在天天喝 我们家那个啤酒 总我们老婆说就是 都是你喝掉了 是很多时候是冲着人去 对吧 就像那个茶馆里的王立发 对 你换了换了 其实你那个菜怎么样都没关系 真的就是 你看我们开了市头 你不是去过吗 对 谁抬在头就看那个牌子 怎么没错 我找不到的 你说就你们那个菜 我们怎么可能因为菜去呢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小木槿 不是 中国人去的 不是中国一旦去日本四五天 一定找到我们家来 因为我们在新宿最近的地方 只是地理位置 对对对 关键 所以说这个美食 其实背后是人格魅力 小店主的人格魅力很重要 先卖 我在东京的时候经常 因为我在一个地方住了 差不多四个月 然后我每天中午就去附近的一家 专门吃天附罗的一个餐厅 然后就是老太太 不是老爷爷是炸 然后老太太是这个端上菜 然后其实我 他听不懂吗 因为这他知道我是外国人 但是他后来差不多 说到了第十几天的时候 他就每天给我加一个东西 就给我加一个炸的什么鱼干啊 加一个海胆 后来有一次就是我我妈妈过来 大概过四个月 我妈妈就过来 然后带他去吃 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不要我们的钱 说这一顿就当这个 你请妈妈的吧 然后虽然彼此之间完全没有沟通过 你这真的太常客了 你是个天空中专门店是吧 对叫天真 我特别喜欢那个名字 好了 我下次去找找 所以你说我 他说这个照治酒馆 我就发现这些概念呢 有些日本的符号 你看咱们现在真要做出来 咱们会发现呢水土不服 但是实际上这种文化符号早就来了 你为什么我听你说这个照治酒馆 你知道我想起你的一位故人 因为那一位老领导 原来新州刊的这个封新城 你都不知道这个封新城 他现在是办咱 他以后办新州刊嘛 他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 跟你同行 对是跟我同台的同事 他那个时候是这个著名的校园诗人 你都没想到吧 老封 南州大学 南州大学校园诗人 然后你知道代表作叫什么吗 我就记得很清楚 就是你刚才讲的 照治酒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拿他这个开玩笑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写那诗都怪怪的 就是 他是说因为找不到女朋友才变成诗人 对对对 而且你看他这个诗写的都是一种句式 那时候我老拿他开玩笑 就是这个照治酒馆六点半开门 六点半开门 我等的人很久都没有来 很久都没有来 有点像导游 对后来我们一见 一见封一城就是说 我在广州等二十一路车 等二十一路车 我要等的人一直也不见 一直都不见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我们对日本的这个想象 它是一个符号 小青你觉得这东西能移植吗 我觉得慢慢的我们可能会更多的 从果腹和交往这个层面上 往欣赏食物的方向来发展 这个是早晚的事 一个是现在我们的宵夜 可以说是对白天食物的补充 吃什么不是特别重要 而且都是都是味下手特别狠的东西 就是重辣 这个对都是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呢 这些东西可以掩盖一些食材上的缺陷 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比较多 我觉得将来大家生活质量慢慢高了之后 可能会 它的花样会会更多一些 不会那么重口 不会一直这么重口吧 我觉得 而且你看像说这个吃的 我觉得这个生理的背后真的是心理 就是说美食的背后还是感情 是精神 效果 如果您不想看屏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